Omricon殺到打亂了很多香港人的計劃 憲仔本身在紅館開場 都要暫停 他今天在IG出舖說不是沒話想說 不過不想新年流流講粗口 還hashtag不要叫他休息 他一點都不累 第五場過後的第六日早上會去查聲帶 醫生說他把聲好像沒有損耗過 沒有一晚流力流息 可以唱三十場 又說特意準備了一堆歌 現在唯有拿些譜來送主足 很多人都留言安慰他 包括欣兒和林欣彤 不如我們寫過電子拜年APP 都不知道過年解禁未 可不可以用姜B做主題 喂呀他中午上電台宣傳新歌鏡中鏡時 說不想人再叫他姜B 可能姜B有時這個名字的知名度多過姜濤 但是我覺得 始終想人更多了解 真正的自己 他還有提到鏡中鏡這首歌 其實就是反映自己的心態 怎樣去反抗反擊很多港區的聲音 再怎樣跟這些聲音共存 因為這個笑容其實都代表著 只要你肯去面對自己的內心的話 我想你所有困難都不會再怕 因為我始終都是覺得人生最大的敵人 老套的說句從來都不是別人是自己 我想我再次面對這些聲音的時候 都會一笑自知 接下來他希望以藝人的身份 帶更多正面的訊息出來 例如想做一下義工 講到好人好善這方面 就不得不提Serrini 繼捐款給港大折獎學金之後 他昨天在IGLive提到 最近用公司的名義捐款給風雨嵐 對象是影像暴力受害者 還說捐款比設立獎學金多 當然希望這些錢沒有人需要用到 不如我們轉個話題 有指黃力宏在台灣 完成兩個星期隔離之後 才會回家見三個小朋友 但為免尷尬和盡量自然 他就會叫圈中好友 范范和黑人陪伴 這個世紀一件 事後可能會有不少爆料 只是說你美女上個月23號的微博 有30多萬人留言 但最近的留言都是唱衰他 網民的風向就突然幫黃力宏說話 是不是有點… 人家說什麼 人家的自由你不要理人 你又對 但我知道K很在乎大家說什麼 事關他前日自爆去年宣傳員 離不開這首歌之後 第五度爆費要做手術 這個普一出就好多人嚇倒 結果他今天就要再出局報平安 以及多謝大家的關心 大家幾時都要健健康康 尤其是尼古拉斯記者的第五任老婆 身分不夠一年做人成功 五十七歲再做老爸 尼古拉斯透過發言人說 他兩夫妻都起出望外 所以說年齡真的不是問題 他們相差30年都一樣這麼恩愛 對呀 今天Happy Friday 雖然不能出家吃飯 但都希望大家都這麼happy 下星期見 拜拜 拜拜